接著我們要再來看一下這個比較重要的 做所謂的版面配置 因為其實現在各位您所看到我們這樣子的 只能說實在是看不太下去對不對 好醜喔 那你回到我們這邊來看 你會發現有幾個不同點 第一個 我們在上面這邊有沒有可以有自己的連結 對不對現在這個是沒有的 第二個 預設左手邊是不是只有一個區塊而已 我們這邊有沒有很多個區塊 你還可以自訂自己的 好自訂自己的 所以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部分怎麼做 您進到這邊之後從這裡 有一個叫做編輯協助平台版面配置 好你從這邊進來 好首先你可以看到了 我們現在有首頁有側欄 側欄指的就是這邊這個 但是水平的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按一下 好把它按一下 好按一下 這邊就會多出水平有沒有爬出來了 只是我現在只有首頁而已 好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需要自訂所謂的業尾 業尾就是指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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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需要自訂的話 你也可以勾 大部分我都沒有做 那有一個我會再調整 就是所謂協助平台的寬度 因為各位如果你是用你現在這個電腦看的話 應該螢幕解析度比較高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一下是在這邊 你現在看到我們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這個有掉下來 對不對 其實因為我現在螢幕解析度只有1024768 這會掉下來 你如果是比較高解析度它應該是一行而已 應該一行 而且你會發現我們的這個寬度它會怎麼樣 自動撐開 你們看的話應該會比較大 就是內容不會像就是固定的 那一般人比較喜歡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你現在看很多網站 如果他做的這個網站 你用比較高的解析度看的話 大多數其實不是靠左邊就自訂 對不對 反正螢幕多大 你們家的事情 我就是這麼大 那如果你要看就比較麻煩 那如果我們版面能夠伸縮的話 是比較方便一點 我內容就可以可長可短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到上面這裡 我們剛剛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協作平台的寬度 你在這邊可以用什麼 百分比或像素 我們用的就是像素 所以通常我在這邊比如說用96%或者90% 那因為百分比是相對的 所以今天螢幕比較大的時候 就怎樣 它就自動撐開 就自動撐開 你就不會都鎖在那裡 就不會鎖在那裡 這個很好的一個功能 那這邊呢 上面我們剛剛加了水平導覽列對不對 還有調整寬度之後 我們先來看看水平導覽列這邊怎麼設定 好 第一個是首頁 你要有不有都沒關係 那你只要點一下這裡 你看滑過去有沒有變藍的底 點一下 好 目前就只有首頁 萬一你不喜歡首頁就點到它 這裡有垃圾桶 直接刪掉 你可以從這邊 有兩種方式 一種 因為這裡 大部分我會放什麼 比較常用的 比較常用到 有可能是你的網站裡面 協助評價裡面 某幾個顏面比較常用的 那它也許長在比較下面 你可以把它提到上面來 這是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 我可能要跟外面做連結 對不對 像各位現在所看到我們這個上面的 有沒有都是連到外面去的 對不對連到外面去 所以如果你是連到外面去的 我就直接從這邊 你要顯示的那個標題名稱 這是我的部落格 所以也可以直接用那個mail 那我們這邊 因為是連結到外面去 所以記得 HTTP冒號 兩條反協線不能少 好 那這邊 這樣 通常我們希望它在這裡打開 對 不然你自己就不見了 所以它大部分我這裡會勾起來 好 那順序你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那我們再來這邊 我再增加一個 這個好了 新增 好 這樣就三個了 那我就把 安全 那這裡呢 它有三種呈現方法 三種呈現方法 第一種方塊的 比較常見的 你可以用標籤的 好 進來了 有沒有就進來了 標籤的就是有點像這樣子 這樣子 方塊就是它還有那個 對 下面那條線它會出來就對了 如果是連結的就比較單純 就是單純超連結 好 就是單純超連結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 如果編輯好你就關閉 好 就直接把它關進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就是說如果 你在這邊 這裡 假設這個是要放在它之下的 你可以把它這樣 往內縮 有沒有縮到裡面來 這樣會有什麼情形 你覺得呢 有沒有變第二層選單 這樣有沒有比較厲害一點點 對不對 所謂的意思就是說 你能夠放的東西會比較多 你不見得說 好像我就只能一個就塞滿 那上面可以 請問左邊可不可以 當然也是可以 所以你看到 我們再進來一次 好 點一下左手邊 點一下左手邊 這邊 這裡 你現在看到的 這是第一個叫導覽 第一個叫導覽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們剛剛進來 它因為都會自動建立有沒有 所以這邊它會 只要你有新增頁面 就會加進來 那我現在先不動它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這裡的 第一個 有沒有一個 好像只是資訊的呈現 對不對 那這種東西呢 我們來看看在這裡 你可以按這裡有一個加號 點一下之後呢 這裡有幾種 這個叫做文字 剛剛那種的叫文字 你點到它 按新增 你會發現這邊會多一個 有沒有多一個 爬出來 爬過去就看到 那如果你要擺上面怎麼辦 不要客氣 拉上來就好 有沒有放在上面 等一下 還沒 這個 拉到上面 我把它拉到下面好了 應該會變 有沒有看到 等一下 來 那這個名稱你可以自己訂 對不對 像我剛剛在這邊的 那文字編輯內容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你要放什麼內容 好 好 假設我現在單純一點 確定 好 這樣子 是不是換上來了 對 你也可以插入圖片 好 這個是最簡單的 你可以像這樣做 那麼 除了這個 還有沒有別的 有 我們一般最常用的 其實叫做什麼 叫做瀏覽 也就是 你現在 像我們在這邊 這些都是一些超連結 對不對 超連結 那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增加 這個的話 我們就增加一個瀏覽 那 有了這個瀏覽之後 你可以決定說 我這個 要不要標題 要不要顯示出來 好 如果標題不顯示出來 上面這個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這一條 沒有這一條 很單純的 那我從這邊做給各位看 你會比較發現 我從這邊做 你會比較清楚 來 因為這邊頁面比較多 我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瀏覽 好 他放在最下面 點一下 你看這裡有沒有新增頁面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 把這邊做結構了嗎 我如果 新增 新的頁面 我有結構的話 我是要增加很快 因為我看得很清楚 可是如果你都沒有整理 這裡面一打開 就是一頭拉骨 然後自己慢慢找 不是說不行 只是要找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 假設說你有做好 那我就從這邊 我也可以點外面這一層 不一定要裡面 點這一層也可以 點上面這一層也可以 對不對 看你要連到哪邊 因為他每個頁面 都是一個獨立網址 如果好了 按確定 就下來了 那一樣 上頁下頁 或者你要跟別的網址混在一起 都可以 這樣都會了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很確定 OK了 那麼他舊的這個 你就可以選擇 要或不要了 對吧 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或不要 因為你已經會這個了 這樣你的彈性就會比較大 OK 那我就把它們還一點點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跟各位分享 在哪裡 在協作平台 最上面那邊 有一個叫什麼 編輯協作平台 版面配置 在那個齒輪那邊 在齒輪那邊 右上角那個齒輪 編輯協作平台 版面配置 第一個 你可以先把所謂的水平導覽列把它打開 水平的那個 那再來就是 編輯水平導覽列跟我們的左邊 所謂的測覽 一般來講 大部分測覽 以中文的習慣 中文網頁來講 多數是放在左邊比較多 那但是英文的 就比較有機會放在右邊 比如說像你看到一些部落格 有沒有 它的版型配置上 可能選單是在右邊的 但是一般中文來講 多數是在左邊比較多 那還有一個我們剛剛提到就是 協作平台的寬度有沒有 你可以用什麼 百分比的 可以嘗試看看齁 那這樣的話會隨著不同螢幕解析度 它會自動調整